提席,王小棠,1934年1月月日出生于河南开封,国家一级演员,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,八一电影制片场厂长,少将军贤,1955年出演第一部电影《神秘的礼拜》,1958年主演《编寨风火》或第11届卡罗维巴黎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,1963年主演《热火春风被古城》,1995年或中国电影世纪奖女演员奖,2005年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, 2009年或第12届金凤凰奖中深成就奖,2012年或华典奖中国电影《中深成就大奖》,2015年或金击奖中深成就电影艺术家奖,王小棠爱任人小鹏,1925到1992年,京剧表演艺术家严局鹏之子,京剧武生,后在八一场当演员,王小棠年表,1934年,生于开封,抗战爆发后,随父母免转入重庆,从小拜师学唱京剧,1948年, 举家千军杭州,次年毕业于浙江省力终端,继续自学京剧,1952年,在上海参军,考入总政文工团京剧团,次年调总政化剧团,1955年,在长春电影制片场选中,出演首部电影《神秘的旅伴》,饰演一族姑娘黎英,1958年,调八一场,主演编载烽火或第11届卡罗为巴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, 出演纪录片片尾书记,电影《英雄虎仔》,1959年,与王金刚,王小棠,张勇手共同主演电影《海英》饰演民兵连长吴玉飞,1961年,在原先指导的电影《碧空雄诗》中,饰演男主角林大海的姐姐林巧,1962年,在郝光指导的电影《沃尔多斯风暴》中,饰演男主角《无力记》的《未攻心乌云花》,1963年, 主演《沿迹周》的《烟火春风》的《古城》,在剧中饰演别暴双淑金环,林环,1966年,复原道林场劳动6年,1975年重新工作,1977年,在史文志指导的电影《正宗》饰演丁医生,1982年,创作以华侨生活为集材的电影剧本乡,自任导演和女主角,1988年,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,授与大校军贤,1992年,九月起任厂长,后兼任 党委书记,1993年,七月晋升少将,1995年,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女演员奖,2001年,自编副导电影《分方誓言》,获第八届北京大学生电影协组委会特别奖,与王晨供获第21届中国电影京剧奖最佳编剧奖,2002年,已对中国电影的贡献,荣获了意大利第三个天年国际奖,2005年,在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协会庆祝中国电影百年活动中,被选为中国电影百年活动中, 2005年百位优秀演员,2009年,在青岛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协会金凤凰奖中身成就奖,2012年,王晓唐获得法典奖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大奖,2015年,作客北京卫视影视风云,在第三十届中国电影竞技奖中获得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奖,